根据新周日报独家报道 原定6月落实的燃油津贴政策已经展延 有传华为会在6月为推出自家的操作系统 针对着华为回应了 结婚保密到家的肖正男和黄翠如 两人的婚礼照今天曝光 更多国内外新闻一起留守今晚的百个大世纪 晚上好 我是李宁 涉嫌接收300万零级贿赂 前联邦指甲区部长东郭爱南贪污一案 将会在9月3号开审 到时候控方会传召到约30名证人公证 东郭爱南被指在担任部长期间 收取商人陈英文100万令吉银行支票 以及蔡金光提供的200万令吉银行支票 以调高位于吉隆坡Jalan Samara 地段发展的容积率 东郭爱南被控抵出2009年反贪会法令 第16A之A条文 立刻在相同法令第24之1条文下致罪 一旦罪成将会面对不超过 20年监禁或者罚款不少过汇金的5倍 或1万令吉 适合者为高 接着有燃油补贴的新闻 根据新周日报独家消息 原本在6月1号落实的燃油补贴政策已经展延 目前有待内阁做出最后定夺 根据贸销部副部长张建仁的说法 内阁原则上已经同意落实低收入群体燃油补贴政策 一旦落实这项政策 政府将会废除RON95汽油的顶价 让RON95汽油价格恢复自由浮动 不过内阁还没决定什么时候落实这项政策 张建仁说 政府计划发出每个月30令吉的RON95燃油津贴 或每名受贿者将享有每公升30仙的RON95燃油津贴 每个月可享有最多100公升的燃油津贴 目前政府还在考虑两种津贴方式 一是每个月直接汇入符合资格者的银行户口 二是推出打油卡 另外来看 全长233公里从雪兰额万斤连接到霹雳太平的西海岸大道 在开这节正式通车前 抢先成了飙车党的飙车跑道 根据曼容区警方的脸书贴文 有关的赛车道是在靠近曼容 阿耶达瓦的大道路段 警方经过一个星期的暗中调查之后 昨天下午进行埋伏 并在傍晚6点展开行动 当场扣留了277辆摩托车 以及283名各族青年协助调查 由于扣查的摩托车及人数太多 警方单视问话就持续到凌晨12点才结束 其中一名被捕的青年爆料 这里的赛车活动从今年初就已经开始 并且定下于每个星期天傍晚5点到7点半进行 消息传出后就更吸引了各地区的青年赋约 据知这赛车活动并没有涉及投注的赌博活动 大部分人只是前来看热闹 接着有国际新闻 中美两国大打贸易战 中国科技也龙头华为撤回牺牲品 遭遭美国政府封杀 美国总统特朗普还直言 华为很危险 会将对华为的处置纳入中美贸易谈判中 对此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就说 美国从未买过华为的东西 如何跟他谈判 他反驳华为窃取美国技术 还反讽说 华为现在所做的东西 美国还没做出来 何来偷技术呢 另外随着谷歌宗旨和华为合作 华为将会使用自家操作系统的传言四起 有消息指 华为会在6月24号发布恒蒙 对此华为官方已经澄清 这个消息不是真的 早前华为曾表示 华为作业系统最快在今年秋季 最迟将在明年春季推出 注册结婚保密到家 就连半婚礼也滴水不漏 说的就是香港无限艺人 肖正男和黄翠如 两人去年在TVB颁奖典礼上 公布已婚喜讯 并且透露早在4月与纽西兰注册 两人今天再次毫无预警 公开婚礼现场照片 甜蜜宣布今年5月 已经在巴厘岛完婚 照片中身穿全白 三件事西装的肖正男 以及法式全白婚纱的黄翠如 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 正在面海的公门下 护许终身 画面唯美动人 据之两人只邀请最亲密的家人 和好友出席 当中包括曹永莲 以及吴天瑜等 百个月在这里 祝肖正男与黄翠如新婚愉快 今晚的新闻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